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从宏观上总体来看一下 刚才那个分而知之算法其中的实质部分 也就是merge 是怎么样一个完成的过程和原理 我们说大体来说 以这个contour为界 整个平面也可以分为左侧和右侧各一部分 虽然它们边界不是直的 不能严格意义上称为half plane 但是至少可以称为是两半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以这个contour为界 如果它是个界合的话 要用左侧的这一半 去对右侧的Volanoia图做裁切 而对应的 我们也要用右侧的那一半 对左侧的Volanoia图来做裁切 当左和右两个Volanoia图都各自沿着一条边界 进行了裁切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再将它们拼合起来 就会构成一个整体的Volanoia图 这个解释既是对我们刚才那样一个微观的一系列的操作的一个宏观的解释 同时也可以由此导出我们整体的相应算法 我们看这个算法的一个形式化的描述 如果我们要将左边和右边这样两个在垂直方向可分的Volanoia图合二为一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是找到contour的入手的第一条边 刚才我们讲过这样一条边就是相对于左右两个子图所对应的两个子图包而言的那条公切线的平分线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公切线 这个功夫我们在图包那个算法中已经介绍过了 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最多用线性的时间就能找到这条公切线 这很好 线性的时间不至于影响我们整体的复杂度 那么接下来当然求它的bisector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我们把它记作为B 好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条边 顺着contour这条链不断地追踪下去 自然方向是从顶而下 接下来这个追踪的过程可以表现为是一个迭代 每一步其实都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在任何一步 我们都把目光关注于左边这个无罗内图和右边这个无罗内图 各自的一个代表性的cell 每次都盯住 尽管可能各自有很多个cell 但我们都盯住它 或者说它们所对应的那一对site 最开始的是谁呢 其实就是构成那个upper tangent的两个切点 好 对于任何的这样一对site 我们都找出它们之间的那个bisector 这刚才我们讲过了 不难理解 任何的这样一对cells 都是刚才我们说的 存在overlap 需要解决冲突的那样一对 解决的方法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要用它们的评分线 而这里评分线已经获得了 就是刚才所定义的那个b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确实是要对左边那个cell 以及右边那个cell 同时用b去做一次裁切 当然这里的观念在于 我们要看裁切的时候 这个bisector是最先从哪个cell出来的 一般来说 总有一个先后 如果有一个先出来了 那么另一个就要保持 而先出来的那个cell 就要替换为它同侧的一个后继 这个后继怎么来找到呢 我们待会就看到 就是沿着它所对应的那个胶边 通过twin edge那个引用 翻墙 从而进入到隔壁的 也就是它的替代的那个后继cell 如此而已 当然这种替代有可能会发生在右侧 也有可能发生在左侧 无论是在哪一侧 我们要做的事情 都是用它的后继来取而代之 从而构成下一对 需要排解冲突的cell pair 无论是哪一侧 我们自己所秉承的策略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用 首先离开的那个cell 同侧的后继cell 来取而代之 从而构成下一步迭代 所需要考虑的新的一对 需要排解冲突的cell 当然对于那一对新的cell来说 它们的分界线 也就是那个bisector 又需要重新确定一下 好在这件事情并不复杂 我们只需要OE的时间就够了 如果我们将整个这个算法 宏观的纵览一下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想到 此前我们学过的 某一个很基本的算法 没错 Two-way merge 二入归并 在那个归并里头 大家知道 我们的输入是两个各自有序的序列 我们需要将它们合并起来 还记得那个合并的算法吗 每一次我们都将目光 盯住这两个序列的各自的一个代表性的元素 其实就是当前的首元素 通过比较它们大小以后 我们总是可以取出来一个 然后呢 这个被取出来的元素 无论是来自于左而右 都会由它的后继元素所接替 这个叠代过程可以持续地进行下去 直到有一个序列为空 而这里也是一样 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我们最终 从Ctrl的最后一条边出来